下午兩點 午休三小時 擔任廚房助手的謝麗玉阿嬤 立即離開餐廳 並非回家休息 而是直奔環保點 時間上剛好我配合得上 因為他是下午兩點 剛好我下班時間也是兩點 我就利用這個空班時間 就是把握當下 身高一百四十八公分 體重四十五公斤 年齡六十七歲 看似瘦弱的阿嬤 卻有著用不完的經歷 每天下午三個小時的工作空檔 是阿嬤最開心的環保時光 我沒有出來做 我的心理反而更坎坷不安 好像落實了什麼 把握每天僅有的休息時間 不管回收地點多遠 阿嬤每一處都堅持參與 這一座就是三年 怎麼會講說 一下班就衝過來做環保 因為這是我們的事業 原來阿嬤把環保當正職 工作當兼差 現在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幫我會做前職的志工 長時間以來 他一直讓人家非常感動 而且他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非常急急隱隱的 他就怕被別人做了 所以一定動作很快 做得比別人快 不怕吃苦 就怕做得不夠多 阿嬤用環保寫人生日記 大愛新聞 張哲仁 劉波銘 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氣壓到 他一直都 我會想要 我們想要